原本外观漂亮的建筑 经过一段时间后 墙面竟然开始剥落 颜色也变得斑驳 为什么会褪色剥落呢? 因为乳胶期的结酌材为有机树脂 而凯恩涂料的结酌材为细酸甲溶液 想了解什么是细酸甲溶液的话 请参照矿物成分篇 那结酌材是什么呢? 结酌材就是将颜色固定在墙面的介质 施作上墙后 由于结酌材的不同 凯恩涂料会渗透进毛细孔 与墙面合为一体 这就是细化作用 乳胶期则只是在表面形成一层有厚度的薄膜 在阳光长期曝晒下 凯恩涂料因为细化作用能与墙面永久结合 且具有抗紫外线特性 因此没有均裂剥落的问题 相反的 使用乳胶期湿缩的墙面 成分中的树脂会被紫外线破坏 一段时间后就会逐渐均裂剥落 简单来说 乳胶期就像纹身贴纸 只是覆盖在表面的薄膜 时间久了自然会剥落 凯恩涂料就像针的刺青 会渗入毛细孔 并与底材融为一体 因此面对在严苛的气候都不会剥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